開玩笑 開玩笑 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來 抱歉 他們都派你 請館給大家鼓勵 請館給大家鼓勵 各位同仁 大家辛苦了 防疫這一段期間 我們中央地方一起 來對抗我們的疫情 所以這一段期間 我們除了感謝 所有的醫護人員以外 也要感謝各位同仁們 我們為了這次的疫情 大家都戰戰兢兢的 為我們的這些 所有需要幫忙的 我們的鄉親好朋友 我們來防疫 讓傷害減到最低 所以各位同仁辛苦了 我們跟各位一樣 能夠多一份準備 少一份宅害 防疫四桶作戰一樣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多一份辛苦的 謝謝你們 市長今天特別選這裡加強 是有什麼樣的意義嗎 我們就是 中央地方一起來防疫 我們也希望 大家知道 南洋檢疫所在這邊 我們也希望中央地方 通知我們一下 讓我們能夠準備 準備準備 然後呢 也不要讓這些 這個 移民的恐慌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 全力的安撫各位 所以依然先生 我們聚合了 相公所 在我們的周邊 都來消毒 防疫 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讓這個疫情趕快消除 縣長 你是覺得 中央沒有通知我們 就是 沒有跟地方做好交通 不是 我們就是 希望中央 以後這些先通知 我們一下 我們也可以好好的 整備 對不對 縣長 我來說明一下 其實這件事情應該是這樣 中央地方 本來防疫就是一條性 但是呢 可以看到 中央我也曉得之前 也跟縣長 一直有 做一些報告 看起來地方民眾 還是有一點點疑慮 我想說 既然是一條心 我們再多多一點解釋 更重要的 我們怎麼樣幫助 我們的鄉民 能夠很安心 順利的 和我們這些 我們從武漢回來 我們同胞們 一起度過這個時間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不分 什麼中央地方 大家一條心 大家努力來做 今天呢 我們也希望呢 因為 整個新冠肺炎 整個的安全 除了個人的 衛生健康習慣以外 環境衛生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在室內 我們要用漂白水 來擦拭 外面的環境衛生 也很重要 所以今天正好 對面是我們 清潔隊的基地 所以縣長也選這個地方 來看看我們 清潔隊員們 怎麼樣維護我們的衛生 簡單報告到這 周邊都下肚子 來 好意思 謝謝